在過去兩個星期裏面 大概每一天確診的數字徘徊在 大約3500至4500宗之間 在過去七天的數字 平均每一天有3803宗的個案 再之前的七天的平均數是4142宗 我們都見到在過去一個星期裏面 我們看不到每一天確診的數字是進一步的下跌 反而在過去兩個星期 似乎進入了一個平台期 在輸入個案方面 我們都見到在過去一個星期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上升 由先前的平均每一天183宗上升到 過去七天每一天298宗 現時輸入性個案佔每一天 香港所有確診的個案 大概是8%左右 另外我們都發現 現時每一天在外地入境的旅客當中 有大概3%的旅客 是在機場的臨時樣本檢測中心的樣本 是呈陽性的 這個是比起九月底前的數字 當時每一天大概是有1.5%的旅客 底港的時候驗到陽性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聲幅的 在變異病毒株方面 現時BA.5的百分比佔所有個案 百分之92.6% 香港的主流病毒都是BA.5% 我們都注意到近期在海外一些地區 新冠的疫情出現一些反彈的情況 包括了在英國 近期當地確診的 驗到陽性個案的數字 有一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一點多的聲幅 近一個禮拜 另外在病人需要住院的數字 也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聲幅 是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三 另外死亡的數字 也都有一個大概是百分之八的聲幅 我們都看到在海外一些地方 似乎新冠疫情 當進入一個冬季的時候 是開始是再度的活躍 新加坡當地也是在近幾個星期 錄得一個持續的上升的趨勢 在九月的時候 他們當地每一天 是少於二千宗的個案 慢慢開始是上升 去到近期 每一天都有四千多宗的個案 現時在當地 一些新的變異病毒株 B.A.2.75 是開始出現了一個加速的傳播 現時B.A.2.75在新加坡 已經佔了當地個案的百分之二十五 而這隻的變異病毒株 我們都是關注的 因為有些研究都顯示 可能它有一個免疫逃逸的情況 會有機會出現第二次感染 或者是先前感染了 或者接種了疫苗之後 出現的抵抗力 是不能夠預防得到 這個新的變異病毒株的 我們都關注到 最近都是有科學家 以及其他的衛生當局 都是關注到 隨著世界各地 開始放寬一些措施之後 有機會在今年冬天的時候 出現一個較嚴重的 一個新冠的情況